100分到800分不等 就看你回答的那个和哪一个分数的比较接近 大忽悠面前电脑上显示出所有的答案 所以他在忽悠我们 不过他也挺难受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说一分多的吧 别人怀疑的 说一分少的不知道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心理素质方面的大底拼 来我们先听一个歌曲 这是张学友唱的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当然了伤心是找不出这么多理由来 找三十多个估计就过去这劲 不过人们难免伤心 你在伤心的时候 不管什么理由吧 通常你会有什么表现 你从小峰这开始 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表现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很安静的待着 很安静的就这么待着 沉默 你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识小峰 我跟她很熟 认了好多年了 将近十年了 那年她四十五磅 你瞎说 你很开朗的女孩 对 我很少伤心 但是如果伤心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选择去倾诉或干嘛 我可能会先选择让自己先冷静下 哦 非常棒 啊 好低了 我们来给沉默的李小峰加上700 哇 哇 哇 秉晨 在李小峰难过的时候你会干嘛 跟你没关系 啊 与我没关系 其实如果说我在伤心的时候 可能会 找朋友喝酒去跟他讲 找一个朋友来倾诉 嗯嗯嗯 你走了他坐那摸眼泪 找人诉说 对 好 给秉晨加上300分 啊 啊 鞋子 伤心是会怎么样啊 哭啊 伤心就哭 哭 爱哭吗 平常不爱哭 可是如果我真的非常伤心的话 然后又有压力逼着我的话 我可能就会哭 就会哭的是吧 其实我本来想选跟他那个差不多的 就我也是说要找朋友 一起聊天 然后去逛街 但是朋友跟李宾沉走啊 对 对 对 快跑了 来吧 给哭泣的闲子加上100分 这世界很酷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